谢霆锋良心发现,居然主动前往上海寻找张伯芝,这还真是火酒剑,张伯芝近日被爆出,打算在上海开始自己的复出之路,都说今年是娱乐圈的洗牌年,很多小鲜肉明星都面临塌房,好在的是老戏骨们都借着乘风破浪的势头重新亮相,就连甜心教主王心灵都复出了,老粉丝看到自己的女神重出江湖很是行为,随着时代的变化,以前的港星台星都渐渐没落,这种情况下张伯芝还能鼓起勇气, 全土重来实属不易,要么说港台的艺人都有一颗很强大的心脏,张伯芝开始频频参加各项活动,唱歌演戏代言专访一个不差,作为一个单亲妈妈,她已经足够优秀了,张伯芝很真实,进娱乐圈不是为了所谓的梦想,只是因为能让她赚大钱,这么清醒的女人身边肯定不会缺乏爱慕者,网传张伯芝身边有各种各样的优质男性,可真正能跟张伯芝接触还是只有谢霆锋, 据了解,张伯芝在上海豪气买下4000万一套的豪宅,传闻这是由谢霆锋出钱购买的,其实这也不意外,谢霆锋本身就是个很负责的前夫,死前就被爆出过,与张伯芝离婚后,谢霆锋每月都会打给张伯芝8000万的抚养费,以此来支付儿子和他的日常开销,虽然对于儿子的照顾,他没有出过一份力,但是对经济这一方面上谢霆锋很大方,谢霆锋甚至曾经为了儿子 在新加坡读书,一致千金的在当地买下2000万豪宅,所以这次张伯芝又被爆出在上海买房,使谢霆锋的手笔可能性很高,张伯芝此前就曾在节目中明确表示过,房子是他买的,但是这个他并没有说出具体的姓名,大家只能自动带入谢霆锋了。 在上海定居后,有媒体发现谢霆锋曾到达张伯芝的住处,张伯芝还前去机场街机,两人有说有笑的打破脑浆传闻,当然这并不能说明张伯芝谢霆锋就一定会复婚,毕竟两人中间还有孩子作为润滑剂,两人必然会存在联系,怎么可能老死不相往来,闲暇时间,谢霆锋还会和张伯芝一起陪儿子度假呢? 因为孩子的存在,谢霆锋可以自由出入张伯芝的生活,因为两人曾经互相允诺过,两人的情感关系并不会影响到两人同为父母的关系,很多人都曾替张伯芝感到可惜,可是大家也不用同情张伯芝的现状,因为现在的生活,他二十年前早就想到了,跟谢霆锋结婚前,张伯芝就决定了,一心发展生活,许多人都劝伯芝说你的演艺成就不止于此,但偏偏他就是想结婚生子。 张伯芝让谢霆锋保证,不管将来发生什么事情,孩子都归他,从这点来看,可以看出张伯芝以前就职不在演艺圈,心里也不全是谢霆锋,他的心愿一直是当一个好妈妈,和孩子在一起,无论是不是玉女,还是谢霆锋的妻子。